院长,今天这个报纸是晚报登的,晚报头版的第二条新闻 教育部判大学生不要出国 当然了,首先需要肯定行政院这次对疫情的努力 在全球我们东华民国表现的是最好 谢谢你的辛苦 但是还是有些事情我们需要来讨论 第一个题目就是禁止高中生出国法源是什么 有没有维宣 院长,你是学法,我请你先回答一下 我回答 委员谢谢您的关心跟肯定 有关禁止高中生出国等 我们根据就是宪法规定对人民权利医务的相关限制及公共利益等23条有规定 所以在传染病房制法 这次贵案通过的特别的第七条都有相关规定 如果说是你以用宪法的话 不管哪一个地方的首长或者是教育部所发布的刚才我讲的这个事啊,那就是违宪 因为他们没有权利去修改宪法里面的事情 院长,我不是在指责教育部长 他当然是关心国人的健康 也关心我们高中生到如果说到疫区去可能会对他以及对台湾的同胞有所影响 这个基本上我是正面肯定的 但是还是要根据有法院才会保障人民的基本的权益 包括我们卫福部说高中生你不可以不那个医护人员不能去 基本上也都是这个法院的跟宪法是不符的 我倒是诚恳的建议了 下一页 我们应该要这个也是今天啊 其实今天的联合晚报写得非常的好 但他的第三版几乎用全版告诉你法院是什么 这个法院就是引用宪法的申修条文的第二条第三项的规定 当国家有碰到紧急状况的时候 当然总统有权得进行政院院会决议发布紧急命令 当然也要跟立法院来报告 我相信你也当过立法委员 这个基本上 这些事情不是第一次 这个事情不是第一次 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 我也跟全体国人啊 来报告一下 我们历来啊 总统发布紧急命令 从民国37年 到民国88年 有六次之多 所以院长我才我才我才请教你 你是学法的 我相信 这个一这个联合晚报的 我我不敢讲说 是我 我我的建议啊 这个法学专家不管是台大真大的教授 他就给你引军祭典了 回到前一页 回到前一页 应该是要引用这样子的一个一个程序 才可以完善 我们不是说到碰到这个事情 教育部该说怎么说怎么做就怎么做 卫肤部说怎么做怎么做 哪个部会说怎么做怎么做 还是要有法员 这是 你没有法员的话 就会变成一个独裁的国家 这也是很多法界的教授们的建议 院长请你回答一下 谢谢委员 独裁就是一个人独啦 这个是经过贵院通过的法律啊 贵院刚刚通过 经过什么会议吧 院长 特别条例 我不想跟你辩论啦 如果说今天的法学教授 都给你这样子的建议 包子整版的给你这样子登 你还没有听进去这些人的建议吗 我利用总职军的时间 给你提出这样子机会让你来讲 你们不想去完善这样子法律的命令吗 不是委员 贵院刚刚通过的特别条例第七条 就让指挥官为控制疫情得为必要之处置 是贵院刚刚通过的啊 院长 这就是瓦员了 院长 我不想给你这个 变得面红耳赤 因为当全国一起很紧张的时候 我们无意啊 无意去 这个 这个 浪费时间了 当 当 这个法学的教授都给你很诚恳的建议 用这样子的方法 才有法法法律的这个这个根源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如果说你只想说我们通过的我们这次立法院院会所通过的授予你们的权利 但是你破坏宪法给人民的基本的自由 你觉得这样子好吗 你的建议 教育部部长 请问 你有权利做这样子的命令吗 跟委员报告 那 昨天 你先回答我 你有权利做 做这样子的命令吗 教育部当然是依照指挥中心 指挥官 依照特别条例的 昨天所进行 指挥官也没有 也不敢这样子讲 他也没有很明确的讲 陈时中今天没来 我们肯定他的辛劳 可是陈时中他有 他有这样子明确的讲吗 他没有 是你讲 你后来人家当媒体问你了以后 他和缓的讲说建议 你还不敢讲命令 不是吗 你敢讲 你敢讲这是来自于教育部的命令吗 我刚才经文报告 这是昨天指挥官在疫情指挥中心 记者会的时候 正式的提出 因为疫情的需要 那么对于高中以下的师生 那么来所进行的一个指挥官 所做的指示 你敢讲说这是你教育部的命令吗 不是不是 你敢讲吗 这个第七条应变的处置啊 院长我没有再问你 平常讲这样子的事情 大家都会支持的 可是法律的根源 你要把它完善嘛 对不对 院长我不想跟你去变什么东西 只是很多人都提出来这样子的问题 平常讲 今天我也是很多的媒体建议我来问这个问题的 这是大家的关乎大家的一个权力问题 你国家可以随便的就不遵守我们的宪法吗 这合适吗 这没有随便 这是医法 我应变之处 我再告诉你 再 再 再告诉你这个 这个是宪法 防疫当前 联合网报的评论就讲得很清楚 防疫当前莫忘宪法精神啊 这是今天很多立法院的记者他们的意见啊 他们的主管希望我来问这个问题啊 他们编辑台希望知道你今天的答案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就在回答了 我的答案很清楚 你答案还是这样子 核宪 核瓦 你可以可以随便的侵犯人民 宪法给予人民的保障 我一点都不随便 我很严谨严肃的 我知道了 我就 我就这个 不再问你这个问题了 院长 希望你不要做一个独裁的院长 还是要守法了 我所归恩通过的话 我想大家这个 我们不敢讲说是国难 跟国难也差不多了 大家都受到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疫情的这个干扰 大家心里都很雾足 但是在这个此刻 还是要遵守宪法给人民的保障 莫忘我们的宪法 保护人民的权益 好吧 我们下一个题目想请教一下 现在全球各国 我把全球各国 现在怎么做的 我们最后那一页 跳后来给你看 现在疫情呢 影响到全球各国 马上就是到了报税的期前 所以各国都有分别有一些 保护他国家 人民的一些 这个关于税的一些方法 我想我列印出来给你看了 美国 他的报税 原来是十月十五号之前 就要交所的税 不管是影所税 或个人的中所税 但是他现在要延长到 延长三到七个月 法国是如此 英国如此 意大利 还有南 甚至南韩 他们都做得 比美国还要七起 昨天我在财政委员会 花了很长的时间 我们财政部长说要照顾我们的企业 说这个要从框认定 希望可以让人民喘口气 所以因此延长银锁税一年 那我就一直问他这个标准是什么 因为我们要让人民很清楚的知道 你财政部讲的是什么意思 不要每个人都打电话来问立法委员 问民意代表甚至打电话到各个国税局去 或者问财政部长 希望部长能够一次话话讲清楚 让大家知道这个是政府的德政 政府的美意 我问了花了五分多钟 才把他问出来 最后部长说 营业当我们今年一月到四月 我的营业收入相对于去年 我短少了百分之十 那符合这样子的条件 我们就可以让银锁税 这个得环缓一年 但是得还是因啊 部长还是没讲清楚 院长我在这里请教你 这是针对企业 但是针对个人呢 针对个人 在什么条件下 个人的中所税可以去环缴一年 或者是分三十六期来分缴 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 部长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把话意思讲清楚讲到位 跟委员报告 事实上 税前进行法二十六条 就是经济困难 或是这个 比如说像这一次减班休息 或是被解雇的这个情况下 讲清楚吗 基本上这个就可以根据 税前进行法二十六条来申请 你听懂他在他在说什么吗 听得懂 你说一遍给我听听看 他就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 什么样的条件吗 我就没有听懂 什么叫在一定的条件下 他刚才有讲 什么叫在在在在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部长 你说像个人因为减班休息 或是因为企业这个这个受解雇 那么他暂时缴不出税 那么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 他就可以来申请 那我们会从宽认定 你看 院长 他讲的太模 什么叫从宽认定 是他苏部长高兴 他就可以认定 他不高兴 他就可以不认定 你这个让我们第一线的税务人员 他很难去处理 昨天我就问他说 像企业 把话讲清楚吗 大家也没有那么计较 到底是我今年的营业收入 跟去年是百分之十或者百分之二十 没有关系 你把话讲清楚 大家是有一个法规 有一个来源可以去遵循 同样的针对个人 我昨天没有时间请教你了 部长 把话讲清楚可不可以 像委员这样 就请他 理列条件 清清楚楚 甚至于做懒人包的QA 大家直接清楚 一次公平 院长 你讲的就是我想 我人民 我想要知道的 你把他讲清楚 河南之友呢 把话只讲个一 半讲个三分之一 剩下是你财政部高兴 你就可以给人 你认为那是恩惠吗 部长 你只是此刻是部长 你以后未必是 你懂我讲的意思吗 你不要认为那是你的权利 你知道吗 你是公仆 不要忘记 你是公仆 委员我们没有这样的意思 那你把标准意思给我讲清楚 你讲啊 过去也是都是 26条的规范 我讲没有准备 我希望所有的 首党们 你坐你的位置 是在积功德 是替人民服务 叫民意代表是积功德 我们站在人民那边去想 一直把话讲清楚 让人民清清楚楚 我刚才修给你看 各国怎么做的 我们到那一院来 你看各国讲的清清楚楚 不是吗 院长你从我讲的意思吗 一是把话讲得清清楚楚 有这个困难吗 好就请部长财政部 如烈相关状况 把这个一目了然这样 什么时候可以告诉我 我们一个礼拜内就可以了 一个礼拜内就可以了 一个礼拜 今天礼拜二 下个礼拜三以前要把它讲清楚可以吗 是 这个财政部也有发布命令说 研议 针对一百零九年下半年 关于营业税 地价税 房屋税 还有很多税了 娱乐税 部长也可不可以一次 跟我们说清楚 如何对这些税 你昨天你没有发布新闻稿 不是只有中所税 赢索税 还有很多税吧 对不对 是 可不可以也一次跟我们说清楚 包含 五月份要缴的房屋税 四月份的使用拍照税 跟九月份的地价 就是你所提到的那些税 也一次跟我们说清楚 可不可以 营业税也是一样 营业税是两个月 人民希望到下一月来 我们可不可以减半征收呢 院长 院长 这个问题牵制到你了 这个很大的题目了 是这样 因为 我都画一个问号 因为我也不敢 我也不敢那么大声的 去来做要求 因为这是地方税 对不对 你当过县长 当台北县的县长 这是地方税 我也不敢那么大声 可是既然财政部都提到了 哇 要针对很多的税务 要去放宽 去减轻人民的 租税的负担 很好 但是标准就是 没有把它讲出来 尤其是针对这三个税 院长 这是地方税的主要的税源 你们财政部不能只做好人 把话讲清楚 不要让人 报纸一灯说 我财政部很棒 都替人民思考了 思考是什么东西 从宽认定 四个字 这是好笑 你知道吗 什么叫从宽认定 不是说你当了部长以后 你当了院长以后 我大权材 我让你生就生 让你死就死 院长没有那么大啦 你可能当一辈子的院长 你可能当一辈子的部长吗 我们可能当一辈子的立法委员吗 不可能嘛 政府 受予你 人民付 受予你政府的权利 受予你当这个职务 把话讲清楚 这三个税 如何去给人民减征 部长 下礼拜再一道回答可以吧 跟委员报告 这税是都是 如果要减征的话 基本上都是要 透过修法的方式 刚才院长已经讲了 当立法院给你们上官保健 说我针对这个防疫可以 可以 连宪法都不尊重了 连宪法都不要守了 何况你这税间金正法 部长 不是的 不是的 当然 限制人民 行动的自由都可以 我用这个法就可以 来做决定了 何况是税法 税法的 税法的位阶 没有宪法高了 这个委员 不要去过鬼扯 好吗 委员 我尊重你们 但是前后要一致 委员 你不能说这个 我就是用这个 特别条例 我税法就不要 就不要尊重特别条例 没有这回事 委员 委员 务长的回答 但是 要尊重这是地方税 地方要尊重 至于你说你财政不做 这要修法 不要给我扯这个东西 你连宪法都可以把它排除在外 何况是税法 委员 这个部长刚才的回答 前后逻辑是一贯的 限制人民的权利 义务 也是经由归宴立法 那现在 你如果要减这三个税 也一定要修法 所以多要做 这他说要减 这他说要减 邮寄是一贯的 财政部 哇 还发新闻稿 我们每一位委员都收到了 我们每一位委员手机都收到财政部 好事 但是把话讲清楚 把话讲清楚 不能告诉我 你用重宽认定 你没有那么大的行政财狼权 OK 院长我倒是想请教一下 不要对我有恶意 我今天问的都是站在人民这边 对你们没有恶意 再三的肯定你们行政院 全体一致对这次防疫的努力 我想请教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口罩稍微舒缓一下